以警昌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今天爆出民进党立委林以警 因为设诈助理费遭到了搜索约谈 不过近来陈宗燕 李梦燕 还有林以警三个人都染上负面新闻 他们也都是总统赖清德的嫡系人马 谢寒斌就认为这是反赖的势力在反扑 但是赖清德一定会还手 而赖清德今天也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讲出重话 要大家私生活检点一些 请问有搜索到些什么吗 检察官带队大批人马搜索民进党立委 林以警国会办公室 因为疑似诈领助理费 林以警本人也被带往台南地检署 当然地方服务处检调也没放过 带走好几箱资料以及电脑主机 这已经是近两周 第三位绿营人士染上负面新闻 赖清德说重话 主席有讲一句话 每个个人的生活 自己的纪律 私底下的生活 大家要自己要克制自己检点 那个这不是公务 是私底下的公司 大家要检点 不要让民进党再受伤害 中常委转述 赖主席说法 只是林以警突然被搜索 外界联想到的是 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 因此不少人把矛头 指向敌对阵营的陈廷飞 都是你出手 都不会很委屈 我没那么厉害 主席刚刚讲 不要谈市长的事 大家都不要谈 台南市长就不要讲 因为近期出包的都是台南帮 从上周市赖清德的好兄弟 陈宗燕突然被起诉 十多年前接受性招待一案 到礼拜一 李孟燕因婚外行请辞 以及21日被搜索的 赖系立委林以警 这些都是赖清德的嫡系人马 难道是反赖势力的反扑吗 现在赖系独大 让很多派系感觉到 自己的生存空间遭受压缩 所以他现在一个一个 把赖清德的亲信拔掉 就逼得赖清德不得不去 跟这些派系妥协 但是赖清德是这么好相处的人吗 我觉得不是吧 所以赖清德一定会出手 就看他怎么样出手 民进党派系间的内斗 跟绿营某些人的私生活一样 需要克制检点 记者刘事伟张良浩台北报道 台南帮接连出事 亮哥就认为 这是因为台南这几年 黑金问题太严重 如果放任台南形象继续变差 恐怕未来会冲击民进党的选举 而亮哥也研判 应该是因为赖总统对检调开绿灯 只是说如果手上有证据确凿的案子 就尽管去办 但没想到真的查出这么多彼案 我二十年前还真的认为 台南是个文化古城 那边小吃很好 充满温情 现在我看很多人都不这样感觉 他就是光电之都 黑金之都 到处都是子弹 而且还打到八十八发 还有人被打死在街上 还最大尾的 到现在都还没破案 所以我坦白说 你如果是赖清德 你会怎么想 你2028 如果到2028 台南还是这个形象 小安要查大案就放吗 所以他一定要办几件事给你看 所以我认为 他也不是特别针对林依锦 林依锦是百分之百的赖系 从头到尾都支持外星的 所以我认为最可能的就是 有人来问他就说 蔡英文时代被押注的案子就办 我坦白说 我觉得南检已经得到一个绿灯 说你可以办 你手上如果有什么确凿的事情 你就去办吧 跟南检和北检在PK竞争 有没有点关系 求表现 当然有 当然有嘛 而我觉得赖清德一定有这种感觉 这个就好像陈其蔓如果当过高雄市长 那未来他有机会到行政院 他当然希望高雄不要出大事 这个心理状态是一样的 不然你以后怎么选2028 你如果台南还是这个样子 然后乱七八糟事情又继续爆发 如果再一个人被枪杀在街上 你赖清德2028怎么弄啊 所以他一定要动一下 一定要动一下 台北地院审理高雄安因为论文风波案 遭控诬告 今天一审判决出炉 高雄安遭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法院指出 经过比对高雄安的博士论文 及期刊论文 确实有大幅抄袭之情势 因此认为高雄安明知论文和期刊 却有大幅抄袭 却为使翁达瑞受刑事处分 有诬告故意 对此高雄安表示 当年提告时 并未凭空捏造事实或证据 强调深感遗憾 将再次提出上诉 好民众党现在争议真的是报不完 而且还传出 原来柯文哲黄珊珊早就知道 这个申报有问题 乔布隆才演变成了假账门 而对此民众党是严正驳斥 说两个人都不知情 不过现在呢 民众党是有意学这个疫情的模式 要天天开查账记者会 不过党内担心 反而是做球给人杀 才建议柯文哲不要再天天开了 所以呢 现在民众党的记者会 决定是临时喊咖 不过针对这个传闻 黄珊珊今天又再次驳斥了 快闪上计程车不愿受访 柯文哲妻子陈佩奇 设人头开公司 被涟漪要求说明 不过21号 柯文哲夫妻俩都很低调 陈医师今天下午是几点开会呢 真的事情大调吗 周汉爆料 柯文哲 黄珊珊早被监察院告知 申报差额两千多万元 乔布隆才爆发假账风波 民众党严正博士 尼奥公司负责人 戴力林也强调 从未证实柯文哲和黄珊珊 早已知悉申报记录有误 8月11号跟柯文哲通话 柯文哲说 不知道申报记录有问题 承诺会大规模查账 尽速处理 4月的时候监察院是告知 柯文哲进办 说是资料不完整 而且讨论的都是收入 不是支出的差额 黄珊珊 柯文哲完全不知情 假账门的核心问题 并非单纯申报不实 而是柯文哲与木可公司的 金流问题至今说不清 外界质疑根本是柯文哲 小金库 连铁粉志工朱慧荣 都坦言木可迟早出问题 因为所有政治现金 都由木可接手 一开始连收据都没有 卖啊 然后收了钱 然后我来报账 或者是写发票 也不行 比较不是很好的事 那为什么政治现金 也要木可来接 木可的负责人是李文娟 那李文中又担任 这个竞选总部的财务主管 木可我认为 也才是这件案子里面的关键 为力挽狂澜 柯文哲责成黄珊珊善后 本来以为每天都要开查证记者会 没想到坚持两天就中断 民众党澄清查账进度细索 不一定要今天开记者会 而根据了解会突然喊咖 其实是有太多地方声音 认为天天开记者会 反而是做求给人杀 记者会本来的用意是把事情说清楚 讲明白 其实我们地方也给非常多的建议 不要每天很片段片段 琐碎的 在做比对 然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会整理好之后 就会来是情况来召开 民众党多点引爆 比照疫情想每天开查账记者会 却越补越大动 想靠这招重塑公开透明的形象 有难度 柯文哲现在形象重挫 而他的太太陈佩琪 经常在脸书发文来谈论公共事务 却总是为民众党制造更多的问题 前立法委员蔡振元就认为 政治人物的配偶尽量不要太多话 因为一字一句都会被拿放大镜检视 一旦讲错话 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蔡振元也呼吁 应该要以前总统马英九的夫人 周美清来作为学习标杆 我们的政治文化里面 夫人太多话经常会出事 因为人家会拿放大镜 看你的前年后语 所以我建议这个陈佩琪医师 也许你对公共事务很有见解 但是毕竟你是柯文哲的夫人 所以你帮他忙的 不在意你对外面发表意见这一块 有什么意见 透过发言人去讲就好了 发言人会把你修饰的很理想 我建议这个陈佩琪医师 真的要少对外面讲话 那脸书就贴一些温馨的事情 不要去涉及到公共事务 要帮柯文哲辩解的人不是你 是谁 是柯文哲的总干事发言人 第二个这个刑事作风要很谨慎 特别是买房子买车子这一类 大家看得到的东西 想要追求大卫的政治人物的配偶 要以周美清做标杆 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你看看国民党其实把马英九骂得臭头 每个人都对周美清赞赏有加 为什么 第一个周美清态度从容 非常的理想 这个进退有结 但周美清从来不对外面讲任何一句话 评论任何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请陈佩琪医师 这个从此以后少讲话 因为柯文哲那只嘴巴也经常讲错话 被修理得很惨 可是没办法 他是政治人物 所以有可能任何事情交给发言人去应对 那尽量少说 千万不要在脸书上贴出说 我帮儿子开人头公司 这种话不好 真的不好 对柯文哲非常不好 则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